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師兄晚安 歡迎收看中路TV 財務一篇 阿斐諸公第一場又來了 為何這次阿斐遲了出片 因為製作一條關於最眼光的視頻 阿斐因為昨天看這條片 發覺最眼光由一開始到後面 都是有跡可尋 是有機會這隻馬是不適當的 一會兒阿斐剪了一條片 就交代了最眼光在沙圈的狀態 和跑線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說到他之前 螢光幕看到了 為何跟潘頓有關呢 因為潘頓在近期的打比賽後 也是3月5日後就要停賽 停賽的原因 阿斐看過星期日的尾場 開心寶貝的那一場 我覺得他拆旗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解 新官上任三把火 好了 所謂的新官就是 現在準備新記任的那位仇身的董事 就是方顯韜先生 報刊登了 九次的佛賽令到馬騎士 基本上失敗信心 搞到潘頓說3月4日之後 他停賽 停賽當然不會在這裏 在地裏找食 潘頓就扭屁股 你這裏停賽 我那裏3月4日 我就去色尼那裏賺幾筆好過 好了 在今次講馬之前 阿斐重新交代一下 就是最韌光的 全日到昨天到今天 出了很多最韌光的影片 阿斐由於都跑馬成年了 發覺其實 每一次逢日菊草 或者是田草 或者是田泥 阿斐都發覺對馬匹 看一看好像去動物園 就發覺其實 眾生都是生命 所以 最韌光就肯定是沒有了 那當馬片 待會阿斐也照樣交代 其實沙圈那一刻有積可尋 是甚麼 是有積可尋 在結尾部分 阿斐會製作一番片 就是關於最韌光的 就是他高光時刻 怎樣大勇 贏了三次冠軍 是連續贏的 螢光我看到那一隻 就是世後的最韌光 你看到他在沙圈那時候 其實是頭倒倒的 兩個電馬房的人 就是拉著他 全程頭倒倒的 走一步路 輕微好像比較乏力 比較辛苦一點 還有 沾著嘴巴 好像呼吸一樣 全程頭倒倒 對比其他馬匹 拉出來看一看 其實完全是看出兩種狀態 雖然有二號那時 那時的秒聲和馬仔是二十幾倍 但那時走出來的狀態 都是fit的 都是比較好的 身形各方面的 希望頭抬身 看回觀眾 你會看我,我會看回頭 然後 對比之下 唯獨四號 就是最眼光 一來已經是整個人 整個馬 向下鞭墜的 碼頭 不停地 張開嘴巴 是這樣看著條路 張開嘴巴 張開嘴巴 是這樣扔碼頭 那時其實也有少許問題 跑過內盪一下 你會看到 一來大墮後 跟其他馬匹完全不同 看他要墮馬 交代一下 那一天 那時田太安騎著他 一時馬頭 開始了 扔幾下 頭就向上仰 這樣就基本上墮馬了 2023年2月22日 有一個騎士和一隻馬 墮馬 然後 上年2022年12月24日 平安夜 報民也是墮馬 所以近期 不知道是不是 方遣韜先生 做了新主席 之後 是不是太過黃馬匯 令到短時間內 接任 到他上任 現在整件事 基本上九個賽日 就去完兩次當馬 那為什麼說方遣韜不來馬匯呢 昨天有個杯 就叫足球協會 八周年紀念杯 那麼 馬匯昨天才夜 也是有新聞 關於博彩的 也是關於足球的 看看說什麼 我建議自2023、2024年到起 在博彩稅條例下 向香港賽馬會徵收 每年24億元的額外足球博彩稅 為期五年 而原有的博彩稅稅率不變 這個安排已經充分考慮 本港博彩事業面對的外部激烈競爭 香港賽馬會也承諾 不會減少他對本地慈善事業的承擔 財爺說這麼多 其實都是講到明了 馬會自己搞定他了 總之真的不知道 拿了警察陣慶了 昨天又墮馬 然後也是加了稅的馬會 墮彩稅也是加了馬 所以馬會真的今年 換了方遣韜 那方面慢慢地 一題外話 昨天到今天 發生了很多關於馬會的事情 所以今天在港馬之前 阿斐找了少許資料 補充一下 事不宜遲 正式說回這次專攻地場的提示 沒看過中老TV的 各位觀眾 喜歡阿斐港馬仔 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阿斐 阿斐會出更多影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專攻地場來了 提提各位師兄 細碎新星 今次香港經典杯又來了 2月26日沙田比賽 看哪隻細碎馬 拿冠軍 因為今次的打比賽 今次馬會有三個外援回來 力爭一下 首先有賈傑米 呂中豪傑 不多介紹 第二個密道朗 第三個就是我最愛我最愛我最愛的蝕恩 千年老耳 蝕恩 說蝕恩 交代一下蝕恩近期發生什麼事 千年老耳 不是阿斐港的 蝕恩在香港沒有食後 去了外面賺食 同樣新鮮滾熱 12月份的情況下 亦都小到制裁 香港有潘頓被新主席 是制裁了 蝕恩同樣 上年12月尾 亦都被外面制裁了 說他用蝕恩太多 而被扁 所以亦都是千年老耳 平頭變第二 搞到 那邊看一看 發生什麼事 12月17日 去年這個事情 澳洲騎士蝕恩 自從香港回到澳洲 之後 基本上就在那邊賺食 因為多次用蝕恩太多 被停賽和潘頓一樣 但香港因為沒有蝕恩太多次數 反而澳洲是有的 蝕恩交代了 說他習慣了香港這邊 沒有限邊數 限制的賽事 現在仍然在適應 所以這次 直接回到香港 拆邊多幾下馬算數 拿回冠軍 說那麼多是說哪隻馬呢 就是5號的 瘋狂勁路 歡迎大家收看第一場 阿肥專攻的2場 直接減了是蝕恩的情況 原因是一個 因為這場是沒有一個騎士 是誰呢 就是 報民 第一場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澳洲幫大家幫大家 沒有報民 所以沒有報民 我更加有信心 就是選蝕恩 因為千年老耳 同樣 報民 因為有潘頓的情況下 亦是長時間 都是老耳 在香港來說 我發覺 如果潘頓真的 柳士忽 去了外邊 不肯吃 香港 大佬 基本上我支持報民 這次第一場 沒有了報民情況下 涉樂蘭高手情況下 今次5號 這隻瘋狂勁路 是阿肥最愛最愛的馬 因為 蝕恩測的情況下 這隻馬 名如其朵 真的叫瘋狂勁路 沒有報民 同樣 因為沒有報民的競爭 我發覺 蝕恩千年老耳 亦都非常抵薄 他來香港 他做比賽 不是為了打過八角鑽 肯定賺食 同場 亦都有一個騎士 就是旁邊那隻 就是6號 就是發財秘笈 假劫是拆旗的 由於假劫是拆旗 雖然說假劫是拆旗 假劫這邊 亦都忽然誇張 拆到一隻馬 傻了 屁股開花 但是看近期這隻馬匹 全部的田草 菊草 或者怎樣來說 需要馬匹比較多 還有看馬匹 狀態一般 加上今次十二檔外檔 這麼多情況下 阿肥對隻6號的發財秘笈 所以就不撐外援 唯獨這個外援 就撐了5號 就是蝕恩大哥 挑選他的原因 直接看 一會兒給大家看一看 一會兒給大家看一看 就發現這隻馬 為何叫做瘋狂勁怒 真是馬主改名 真是名如其道 看片之前 跟大家說說 阿肥都發覺馬匹的馬 近期是怎樣 全部領放的 最後都是放不出的 反而後上的馬匹 越放越有 就是今次 封王勁怒 亦都是表表作之一 大家看片就知道 什麼事了 十一檔位 粉紅色衣服 出閘過一隻 就是封王勁怒 兩隻八號仔 比較 來一點 入一點 那隻就是封王勁怒 整件事 所以他跑是在最後尾 去到八百米 依然是包尾尾尾 但是準備轉彎 轉彎快 隨真的快 你就知道 隻馬多麼厲害 開始準備在六百米 開始由後面的尾尾尾 轉出來 在這麼 度下的情況下 是越追越有 不過 正常呢 追這麼多情況下 追外跌情況下 應該轉彎完 都散了 但是你看到那隻馬 霍魂升七 正常 是越邊越有 最後三百米 你看到嗎 依然呢 哇 一隻箭 是零零色色 是二號 差一點點 但是當天的檔位 是十一檔位 最後呢 真的緊輸緊緊輸 看到嗎 最後 就是這樣輸了 短頭而已 所謂的封王勁怒 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封王勁怒 一出竅 就是這樣 向前方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因為上一次 1月29號 3-7-0 離底千龍的賽事 11檔位情況下 也可以拿到這樣的成績 今次了 十檔 蝕恩131 真是 不是猛龍五過剛 是嗎 蝕恩回來這邊 拆機 肯定會拆盡力 拆殺幾下 所以 5號的蜂王勁怒 今次阿肥 配足四人 是重中之中 最愛他 所以選了他 說完 5號的蜂王勁怒 1號的滑翠晴 和4號的落足鳥 阿肥是不會選擇的 最主要是 1號的滑翠晴 今次 上一個賽日 阿肥貼了兩隻馬 都是完全全來加利 最後加利 逃不出 同樣看回這裡 唯獨3-7-0 離底那次 這隻馬匹 就是贏了第三名 但當時輸 輸二有二分一個馬位 同日 華卓晴 跟蜂王勁怒 同一個班 都是3-7-0 那次 133磅 10檔 跑到第三 今次 加重多2磅 跑到8檔 夾死檔位 我也不太好 加上 這隻馬匹 近這幾次 發覺044 是不斷轉弱 和沒什麼表現 只有這次 1月29日 那次 就很刺激 我發覺 這隻馬匹 對比這次 和加利7騎 我不是特別放心 因為 一下來 全部 如果是可以的 他就不會贏一次這麼少 因為贏很多次 離得賽事 唯獨 這個馬区 不是贏得太多 所以 一學華卓晴 不是特別穩 所以我不會選他 同樣 陸足鳥 潘頓刺激 是否好一點 阿斐 你自己說過 只要是跑到之前 潘頓刺激 過 肯定會有料到 正常應該是 但這次就不是 因為潘頓刺激 這隻馬匹 你看到了 這裡的評語 寫明了 沿途要給多幾分力 才說墮勝 甚重 看下來 全部潘頓 或者周俊樂 或者杜朗 都是沒有成績 你見到 輸 是輸為主 你見到 198離底1200 那次 輸3 又是二位馬匯 315 贏 那時候 就好一點 我打算給一次機會 因為 1月29日 370 那次離底 輸好多 那時候輸5 又是四分之一 這隻馬匯 這次 2月17日 試了集後 潘頓刺激 專門刺激 都輸好多 大家看看 影片 可以 因為這隻馬匯 在後面 給他力 都沒有 大家看一看 不當 落足 然後 六 第三 很容易 一出集 帶著黃色 橙色帽 就是落足 潘頓親自去拆騎 直接拉到後面 給大家看一看 紅色 頭粒 就是落足 你看 潘頓轉彎 所以 4號 不要 這隻馬匯 在前面 三隻 是完全不推 情況下 依然是頭三名 但是 看 紅色 頭粒 這隻 就落足了 潘頓 就這樣拆 他才拆回第六 第七 所以 這隻馬 其實未準備好 所以這次潘頓 去拆這隻 這隻 阿肥不提號 所以 4號 是不要的 這樣 泥仔賽事 必須相信 熔天鵬 雖然這次沒有周進落 但同樣 熔天鵬的馬 真的近期 如果 看這裏 你就知道 熔天鵬的馬 真的近期 我發覺我追了熔天鵬那幾次 就是沒有買他 令阿肥經常發覺 輸得多一點 熔天鵬 昨天 是跑過三個賽日的 首先第二場 就是熔天鵬 配周進落 就是10號 線路光明 那時14倍 然後第五場 星河小子 跑第二 周進落 配熔天鵬 那時的賠率5.3倍 12名大佬 23名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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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唯獨第七場 都拿一個僅頸勢 善傳香港 所以 熔天鵬近期的馬 是比較 馬房 操練馬匹 是有的 那時候 是比較厲害 所以這次第二隻 推介給大家 所以這次第二隻 推介給大家的 就是12號 幸運天池 這隻馬匹 2月14號 蔡明少 鄭仲奇 試這件事 所以也是試騎過一下 最後 就輸2日份 一個馬位 同日 這隻馬匹 阿斐 大家看看 熔天鵬今天 2、4、5 因為全天下混合賽 阿斐又發覺 熔天鵬今天 是一頭一米出王牌 所以 第一場 幸運天池 肯定選了 第二場 皮膚之星 必須選 因為來的賽事 皮膚之星真的非常好 所以過關過他就算了 阿斐唯獨是說第一場 所以不說第二場 今天會被王牌更信心的情況下 直接看片 就知道這隻馬匹近期是否合作 受得當位外當 熔天馬 熔天鵬 一出集 立刻飄出來 非常之聰明 這隻馬大熔 阿斐直接拉下去 但不說太多 轉了彎 這個馬是向內移的 不是向外移的 轉彎那一下 準備 那時跑第六名左右 轉彎那一下 七擊非常好 這次賽銘少 馬頭是向內移的 所以人馬配得非常好 最後你見到前面的幾隻馬匹 都沒有動的 反而你見到最外疊的馬 騎士會有一點動的 但你發現 陷入天使是完全沒有推測的情況下 亦是跟這些馬匹 推測的馬匹來說 亦是相同小意 大家都是不會贏得贏得多 所以馬匹還有貨 因為看完試集片 發覺蔡明少配搭這隻幸運天使 真是人馬配得非常好 所以這次阿斐12號 這隻幸運天使 用天文能源是118磅 輕磅 有幫助 所以阿斐這次會選擇二選 幸運天使 最後阿斐也是推介給大家 同樣是涉內蘭高手 因為沒有了暴民 那肯定是兩個 三個 應該是三個 我認為是三個 報民、涉恩、巴道 都是千年好夜的 因為潘頓 三選 推介給大家的就是14號 有型有福 就是巴道拆旗 14檔最外檔 幸運天使是涉內蘭高手 就是巴道 115磅 整個四班1600米賽事 應該是最輕磅的他 13號這隻中文是115磅 但是揚命令和巴道 大家會選擇 所以 14號的巴道 全日最輕磅的情況下 14檔又如何呢? 是星巴馬來的 但是不要緊 看看巴道七幾隻馬匹 重期那幾次 全部 359 然後填草千世米 然後 310 尼底千六米 還有 291 填草千世米 你會發現全部馬匹在外檔情況下 首先 1月1號 新色品易奈 291 拿了第二名 1月8號 尼底310 拿了第三名 然後 1月24號 359 尼底千世米 贏了兩個馬匯 阿斐說到 口水乾淨了 你看到這隻馬匹 今個馬匹 是贏多個輸的 加上你看到 他全部的七奇指示 都是Refy放為主 今次14檔外檔情況下 肯定是拆棄之子 都是同樣必須快放的 快放得來 因為 是巴道 同樣是輕磅115 我發覺這兩樣東西 亦都抵消了他外疊的不利因素 所以 今次 尼底情況下 見到他今次尼底 其實有試過 也拿過一個非常好成績的情況下 1分39秒16的情況下 10檔 今次是1114檔 最外檔了少少少 但當時 霍雲昔 124 重磅了少少少 今次 巴道 升班都上來 跟四班馬去鬥爭 115磅 我亦都覺得 可以搏實一下 所以 第三隻 推介給大家的 就是這隻 14號 有人有福 沒辦法 剛剛看完片 1號的滑翠晴 加7騎 就是重磅 另外 4號 這隻 落足料 墮勝太強 所以 今天推介給大家的 5號 鋒鋒勁勞 12號 幸運天池 14號 有形有福 去到尾聲 多謝大家收集中島TV唱片 阿肥專攻地場 這個環節 去到最後 感激大家去到這一時 依然收集中島TV唱片 阿肥港馬仔這個環節 最眼光 高光時刻 是怎樣跑法 大家去片 大家一起去懷念一下 最眼光 是這樣 拜拜 第2 好 你一開始集的時候 奇妙飛揚 稍微黏一點 金絲大將留後 還有一隻長龍 再現都在後面 前面快的 最眼光 啡色衣 中間一對 誠心所軟 加了眼罩 比較前一點 外面過了白衣 前多多的大頭 外面第4位 紅衣 紅眼罩有葛女 外面風箏走上去 再見到中檔位置 有藍眼罩 這群的飛天劍 在裡面 分別有這隻 精彩有利 和勁力歸龍 在外面 銀亮歸龍 最出位置 就是奇妙飛揚 尾四島 長龍再現 尾三 紅衣 是行進寶區 外面尾二 有這隻真感 暫時跌倒是金絲大將 轉彎的時候 前面放頭 有一對 前多多 是鐵欄 在外面是風箏 第三位 就忽雷 打著內蘭 包箱第四位 就是這隻最眼光 在外面第五位 藍眼罩飛天劍 第六位 中檔紅衣 有這隻誠心所軟 有這隻精彩有利 行進寶區 現在才慢慢移出 中檔又走進去 外面上了少少有真感 鬥到最後三百多米 前多多 鬥緊這隻風箏之際 這隻最眼光 逢一聲就已經上來過了 再後面 還有精彩有利 在中檔 外面位置飛天劍 最後八多米 最眼光再認真比下去 拋離後面的對手 三個身位打搭贏 第二名 精彩有利 向中間 入面行進寶區 外面一分雷 最眼光打搭輕鬆贏 好 一起步的時候 確認眼神大漏 大漏 看得到三滴九 好 一起步的時候 確認眼神大漏閘 前面快的馬 見到外面位置最眼光 在外面電換時代 粉紅衣服 日升 內蘭第四位 還有精準快車 外面上了少少的馬 有亮麗紅帽 有些搶口 第五位 中間綠色帽 第六位的馬 還有同舟共濟 後多層 內蘭淺藍 淺藍衣服 威威鬥士 外面起連身上的紫色衣服 挺搶口 外面還有一隻 灰馬是翡翠綠 尾四超級綠洲 尾三是露露城 尾以川河灌區 暫時電口 就是出閘漏閘的確認眼神 過一千米斷柱 電觀時代 放頭 第二位的馬 外面亮麗 第三位 已經是最眼光 第四位 外面位置 翡翠綠 粉紅衣服 第五位 日升 內蘭第六位 藍衣服 我跟得很純目 一隻精準快車 外面走上去的 又起連身升 再中檔綠色帽 大約尾六左右 同舟共濟 後面五隻 露露城 內蘭威威鬥士 尾三超級綠洲 走進去內蘭尾二 橙色帽是確認眼神 黃衣包尾 是川河灌區 好了 轉彎入直路 前面電換時代 有少少挨了出來 跟那隻亮麗狀 偷入面上 就是那隻最眼光 偷內蘭還有精準快車 外面位置追 有旭日升 大外蘭還有川河灌區 都上來 最後百多米 最眼光走 追一個三米 外面上來有旭日升 再看到大外蘭有兩隻 分別是露露城 和村河灌區 接近終點 最眼光 騙來騙去 升班家程都一樣贏 跑第二名 是那隻旭日升 第三名 外面電換時代 外面露露城 就相當接近 結果這隻最眼光 其實都還可以再進步多些 你們 按照 雜 formed 你 雜貨 雜貨 一 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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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貨